我知道有党其实也有一段部队的经历 您是在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工作了一些年 您工作了多少年在那 我在那五年 五年时间 我入党是在部队入 所以我对部队的感情应该说是很深的 确实很深 我知道您在部队的时候还立过功 我是因为拍这个 空军第一部得飞天奖的电视剧叫紧急起飞 紧急起飞 刘晓年 女飞行员女机长 带着飞机迫降成功在这 这么个戏 那当时 因为那个时候部队的戏我刚开始 刚开始接触 当导演 对 当导演 然后那个戏是郭绪兴和萧雄 我当时我请了一个摄影师 施北尹的 他就在 反正他这个 我请来的人很不信服我了 他话剧虽然倒了很多了 电影 电影还是得 这给我们这些人 对对对对 后来 于是乎就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 动荡 其实人家就能看笑话 我有一天 正好那个时候在桂林 在这个桂林的时候 那是打长途电话吗 我给家里打长途电话 我就听 正好听到总机室 制片主任在给 这个 画剧团的 政委团长打电话 所以 我们就说他能拍好吗 当时我也 哎呀我一下子就 连部队的画物室都一下安静下来了 回来我就跟美工说 我说下面要拍这个飞机破枪了 那个时候那有现在电脑动画 那是真拍啊 真拍啊 对啊你又不能把飞机真摔了 对不对 那我就讲 就下面要用开放性镜头来处理 什么 半个脸啦 眼睛啦 手啊 飞机的局部啊 包括我们 然后全景怎么做 全景我们是 搭了一个架子 把飞机头埋起来 埋成斜坡 然后这么拍 飞机头不就扎在里面了吗 就扎里面了 我说这个啊 要说服别人 这种镜头的使用 在 在目的 那个时候啊 我说那是一个 技术还不是那么完善的年代 在那个时候 开放性镜头也是一种新的 尝试啊 要用声音的空间 戏剧的空间 让你充分的想象 最有爆破力的 那些瞬间 我说画图吧 要开个艺术讨论会 要不然不足以说服人 那我就一个镜头 一个镜头跟他讲 画了一百五十四幅图 其实心里那种 不争馒头争口气的 那个镜头有 但是还是很冷静 对 于是后面 当然就顺了 所以你觉得 要没有 识人者来支持你 就坦率了 当然了 你也得做得像个样子 没错 所以到了做片子的时候 正好那个时候是元旦 空军政筑主任 到空军化学团去 我因为在空军大院 用他们的机器在剪接呢 政筑主任就端着酒 到处走 小刚呢 小刚人呢 这事我都听说了 我告诉你们 就要让他立功 就这么给了我功 可求 啊 啊 也可以